乳液 这个乳液你注意 如果有动物了 今天你不能擦 像各位你们在这边 可能天气干就会擦乳液 很多人来说 师傅 马油好 马油你干脆擦猪油 那事实上各位现在的乳膏 都是有油的 那他们就问我 那师傅你冷什么 我擦的是一瓶一块美金的 那个叫什么 凡士林 我不知道凡士林 应该凡士林应该不是动物的 对不对 凡士林就是这样 因为如果没办法 但是各位今天你要守着 你不能洗香皂 不能洗美髮精 这些有香味香水的 都不能用 今天要如此 第七条 今天不能睡大床夫妻床 今天不能唱歌调 我看电视 第八条 乃至第八离非时时 今天中午吃完 然后就不能吃东西 除了你吃药 可以吃 如果你有得糖尿病 很重的病 医生规定你一定要吃 跟吃药 那可以吃 那叫药食 那我们正常人就不吃 一直到明天 自从舍戒以后才吃 由是身口意 三叶清净 虽然你这个人嘴巴很会念佛 又会很骂人 不清净 虽然你这个人嘴巴很会吃素 但是呢 会讲人家是非 那没用 不行 所以我师父常讲一句话 我永远记着 我也要各位记着 地上有一堆大便 请问有没有人要用嘴巴去吃大便 不要 那别人的缺点 为什么要从你的嘴巴讲出来 那不是吃大便是什么 再记好 别人的缺点 如果从你嘴巴讲出来 你不是在吃大便在干嘛 我师父这样讲 我永远 我不要吃大便 但是人就很容易 很容易去讲 专门就讲别人 你会吃大便 我跟你说 特别现在习惯了 看看政治新闻 骂那边我也跟着骂 骂那边我也跟着骂 骂总统大家都来骂 那千万不行的 因为我们是佛教徒 别人他不懂 我们同情他 我们不这么做 所以这一点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所以女人报喜不报忧 讲好不讲坏 女人有口德 男人才有福报 记住 这一点真是记住 因为女人的口要记住 男人死了 眼睛先烂 好色 女人死了 哪里先烂 嘴巴 这个把它记起来 那现在你开始 手包换在这间 你就控制了 控制控制 这个习惯就不见了 你懂得控制24个钟头 慢慢你就可以懂得控制7天 就是这个意思 慢慢你就可以控制一个月 慢慢你就可以 慢慢忘了生气 跟我有关系 我不生气 忘了讲别人是非 我不喜欢讲了 各位这个要练习 所以由是身口意三叶到清静 成为初四正音 那各位就种下解脱轮回 或者往生净土的正音 乃至解脱生老病死痛苦的根本 太好了 八观灾结重不重要 所以我今天讲的时间比较久 比较清楚 我下午还会再讲 希望各位记起来 然后以后 一个月初一十五都守八观灾结 妈妈的祭日 爸爸的生日 守八观灾结 特别你的生日 你的生日是 父忧母难日 守八观灾结 以这个八观灾结去布施钱 去拜佛 增加六十万倍功德 光以人天福报 八观灾结 所有的功德变成真上 所以佛经说 在家人点一盏灯 不如出家人点一盏灯的功德 为什么 出家人身上有戒律 所以持戒的功德很大 所以各位你要改变福报 一定要好好持戒 你老公不赚钱 无所谓 你来持戒 五戒 八观灾结 感谢你老公 回向给他 他会不会发财 这个叫贤妻良母 你嘴巴念念念念念 没用啊 你要有方法给他 我们小孩子持戒 儿女持戒 爸爸妈妈会不会升天 持戒 回向父母长寿无病 持戒让往生父母升天 这个方法 你们都要了解 所以各位现在都知道了 所以如等经者 一一文之语 等一下各位要真心的答 能如法受此 你要有这个意愿 你才会得到戒 好不好 你要讲能够 所以各位 果能如法 禀受佛 能如法受此 对 就是说你要受戒 你一定要有意愿 那你才会求三宝加持 我要得戒 就是说你要出家 我要有出离轮回的动机 你要做菩萨 你要有菩提心 大配心的动机 那你才会得到菩萨戒的戒体 所以那你了解了八万灾戒的种种功德了 那希望大家修行要有决心了 就像戒酒一样 你说我少喝一点 那你也戒不掉 抽烟一样 你要断就要当下断 不然戒不掉 男人好色 女人重感情 让我们很苦的 所以各位要决心断掉 你不断掉 你出了几千万美金去做功德 你还是在受苦 为什么 冤心在主 你不是用钱可以巴结他的 是你有没有真心的忏悔 要断恶 如果你不改变 没有用 特别各位讲话 真的要不要太苛刻 尽量宽容别人 尽量也不要因为有一点钱就骄傲 这一点我发现很多人有这个问题 那这样你的业就消不了 因为发觉痛起来的时候没办法 苦起来的时候没办法 所以忏悔必须报告 断恶 不要再重复 我们身口意的缺点 特别各位你有结婚了 你要问问你的太太先生 到底你有什么缺点 他说我可以讲吗 而且他讲你还发表了 你没有这个讲我 那你就没有在修行 修行人不能耍个性的 修行人是按照佛法在做事的人 没有个性可言 没有说我比你有钱 我讲话就大声一点 没有这一套的 如果你这样你业障很容易献钱 你献钱到时候很难调回来 因为痛的时候 一苦的时候 你谁也帮不了你 佛也没办法 佛只是尽量帮助我们 所以各位所谓的智慧开悟 就是找到自己的缺点 讲话的态度 心态 对人的态度 这个心态你不调整 你一个冤亲在主 永远不原谅 你还活在你心里面 所以 罪从心起 从心忏 必须从内心里面 名为真忏悟 谁没有欲望 谁不想生气 谁不想骄傲 我们都是有这个贪生吃的 但是是因为惭愧心 谁一直控制住了 明明想要不 都会说好 我接受 因为我在修行 只要对方讲的是合理的 都可以接受 你千万不要说 我不喜欢 我喜欢 那这个叫做 你没有在修行 那只是随着你的个性 在玩弄这个世间 对你不好 真的要修行的人 不能有这个世间的心态 只有一个 为力众生平等的大悲心 愿众生成佛的菩提心 今天你有钱 你要说 这是我欠众生债 只要有一个妈妈在受苦 你还享受什么钱 只要有一个妈妈 没有冷气吹 你吹什么电商 所以不要因为我们有钱 而骄傲 而吃得饱饱了 但是那些可怜的众生 不跟他在一起 很讨厌他 那就代表 你这个没有惭愧心 没有惭愧心 没有平等心 这不可能有菩提心 那骗人的 那只是麻醉自己 麻醉自己 所以我在这边 我想各位能够移民到美国 或者这边生活 还算比很多人有福报了 但是不能骄傲 就是造成很大的飓风 这个傲气 贪心的地方水灾 称恨的地方火灾 傲慢的地方 就是这些雾霾或是飓风 就是这些 整个国家会有国家的供业 虽然我们是 我是白种人 他是黑种人 千万不要一点点看不起对方 对方没饭吃 都是我们的责任 要有这种真心 这个才叫惭愧心 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 愿待众生受无量苦 毕竟众生得快乐 不能自己享受 如果你还在享受 说你有悲心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除非众生都在享受 所以各位要得戒不容易 虽然八观灾戒功德这么大 这么大 为什么有些人都没感应呢 因为他没得到戒体 虽然菩萨戒功德这么大 灌顶几百次也没得到戒体 因为你没有真实发菩提心 只有在追求 那个是高的灌顶 那个上师很出名 因为你没有得到一个基本的戒体 所以为什么大乘佛教这个忏悔 非常非常的严谨 所以有时候我们忏悔完 我们还会跪在佛前 祝佛菩萨教授 我还有什么样缺点还没有讲到 还没有忏悔到 甚至善知识来给你提醒 所以以后各位就问那些善知识 甚至我经常说缅甸 我都跟法师报告 有很多神通阿罗汉的老法师 我去问他们 看我有什么缺点 我都问这个而已 我只有问这个 我有什么缺点 特别因为我是个出家人 我不能有我的缺点 让别人看不起 别人不好意思跟我讲 因为我是个出名的人 那我就更容易下地狱 所以我一定问缺点 包括台湾的鸡童 太子爷王爷出来 他们在跟我讲 我一句 你这个神 你告诉我我的缺点是什么 你跟我讲 这样就好了 我就给你磕头 谢谢你 因为你告诉我缺点 我才有进步的空间 如果我不知道缺点 我在发菩提心 大悲心 讲空性的都骗人了 所以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小心 因为有时候像各位 你可能家乡在哪里乡下 你会说 我住美国 这个是个骄傲 记住这句话 因为别人羡慕 对不对 羡慕 我很有钱 好像有点羡慕 我儿子是博士 羡慕 往往我们都有这种 这种一点点 一点点的这种傲气在 那这个傲气呢 就会 让我们进不了佛法之门 所以念一下 我慢高山 法水难入 一点法都得不到 因为你有一个 自以为是的 骄傲的时候 我漂亮 我脑筋好 你脑筋好 别人脑筋不好 那才是重要 你脑筋好 有用 你有钱 别人穷 这个世界穷人那么多 你有钱干嘛 所以如果你要修大乘佛教 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 都是你的责任 这才叫悲心 因为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不能有一点点舍弃的心态 虽然我很喜欢闭关读金刚经 但是有人在受苦 我先去那边 我全部丢掉了 先去帮他才说 你们等我闭完关才去帮助 等我读完经才去帮助 他饿死了 所以特别现在这个时代 太多众生天天在被杀 所以我在这边跟各位讲 千万不要再吃肉了 真的不要开玩笑了 不要再这么残忍不慈悲了 你有一百个理由 你喜欢吃肉 这代表我是 我是没慈悲的人 那你就没资格说 你是大乘佛教 这样而已 我只能是一个佛教的 追求一个福报者 这样可以 你要有惭愧心 因为吃肉者断大杯种子 你根本没有一个种子 不要讲悲心 那现在电视都看得见 那些小公鸡被杀得惨惨的 一出来 一个小小的工厂 在美国中部 每天要粘死15只小公鸡 每天一个小工厂而已 因为它要产生 大量的母鸡跟鸡蛋 这样 所以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干嘛吃鸡蛋呢 尽量少喝牛奶 那母牛很可怜 对不对 不要吃肉 所以我们大乘佛教 所以有些人跟我说 师父我天天拜 天天拜 好不了 我要是金都快背起来 你还在吃肉啊 要是佛的力量 加持不了你啊 所以因为这个 焉心照就从那边来的 所以各位当然 你尽量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至少要惭愧心 千万不要说 理所当然 这是我的福利 理所当然 我怎么 我怎么不能 就像我经常带团出国去 海涛法师 我交钱来的 你们吃素里面的事情 我干嘛不能吃肉 我说我开团就跟你讲了 我们这个是慈悲红发团 哇 好